新聞界朋友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人民力量 今次的記者招待會就正式開始 多謝各位新聞界朋友出席 我們先講講今天的程序 我會約略跟大家講一下 人民力量在未來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的參選 例如人數、基本資料 約略跟大家講解一下 以及主要我們今次參選的主題和我們的宗旨 講完之後我會將時間交給我們人民力量的選舉委員會主席黃毓民 他會向大家詳細交代 例如今次參選人數的數目、資料、統計和整個選舉的部署 好 大家有甚麼問題 問題就正式開始 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記者招待會 大家會看到後面我們那個很大的Banner 這個是我們今次人民力量 2021年參選區議會的一個最主要的口號和主題 人民力量撥亂反正2011票債票償 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公布一下我們接下來參選的情況 我們在之前選舉委員會討論完之後 我們剛剛在星期一經過執委會通過了最初步的參選名單 現時我們將會在未來區議會派61人出選 其中會有53位是男性、8位是女性參選人 這個只不過是我們初步的參選名單 到最後當然也要視乎我們繼續的部署和改動 當然當然是視乎到時將來報名的情況 這是我們暫時已經通過的參選名單 在五區出選的分佈人數 包括港島區 如果以這個立法會大區的分配來說 港島區會有8個人 8個參選人 九龍東會有3位參選人 九龍西會有20位參選人 新界東會有7位 而新界西會有23位 其中有超過34人的教育程度是大專程度以上 而碩士程度或以上也有7位參選人 其實我們這次人民力量參選的區議會 主要就是虛煉民主黨和民協 杯葛了五區公投運動 最終支持了政府的偽政改方案通過了 令到這個真普選遙遙無期 從此香港的民主發展也都是停滯不前 而這個都是民主黨和中共密室談判中下的惡果 人民力量發起這個票債票償運動 正正是要撥亂反正 讓人民以選票制裁保皇堂和毅民主派 也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這次選舉的口號 再講一次就是我們背後的Banner寫著 人民力量撥亂反正 2011票債票償 人民力量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 受到五區公投的第一波新民主運動的影響 現在已經進入第二波新民主運動 我們稱之為本土的民權運動 抗爭可預計 第二早開始 赤製大宗市點心一律十分 請賣點心的同事 將藍色的人 有沒有誰來吃東西 和香檬色點心人 各式燒美粉麵 賣麵 賣麵 多謝 簡稱大小春 大小通春 好 多謝倫敦大酒鬥 而這個點心為我們這次舉行 這個記者發佈會 賺一下吧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人民力量是拒絕參與泛民主派的所謂協調機制 我們其實這次參選最重要是要為選民 所有全香港的選民提供一個在偽民主派 和在建制派以外一個新的選擇 或者大家可能如果有做過所謂的選擇題 我們這個叫做None of the above 即是英文所說的 以上皆非 我們不選擇偽民主派 亦都不選擇偽建制派 希望透過這個參選這個區議會選舉 直接體驗這個直接民主的精神 香港人不再應該給這個偽民主派繼續欺騙 亦都不應該繼續給這個保皇黨餘弄 我們今次參選就是希望選民可以透過今次區議會的選舉 為民主派 香港的民主派 來一次大換血 來一次大換血 將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羽血徹底清除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撥亂反正的最中心的一個重點 跟大家交代過今次我們參選的一個主要的主席之後 我現在就將這個時間交給我們的選舉委員會主席王毓民 跟大家詳細交代一下 這次選舉的細節資料統計和我們的部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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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